哈囉 漁樂圈的朋友 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不拍雨 我們今天帶大家出門走走 我們今天來到的地方是 集積火車站 我們很久沒有來集積火車站了 那集積火車站它的特色呢 就是它保有一個日系風格的火車站 也都有開放遊客進去看 我覺得來集積這邊主要有幾個東西可以玩 就是烤肉打氣蛋 然後再加那個 就是所謂的跑跑卡滴車那一種 那再來就是走走看看啊 然後跟火車拍拍照啊 一些藝術的裝置品 還有一個香蕉的園區跟那個什麼無畫館 那我們待會再找找看 那今天就帶大家到處看看集積的 啊對 我們剛剛忘記講 還有一個騎腳踏車 那騎腳踏車主要就是 體驗一下集積這邊的一個風景啊 還有一個很慢活的散步生活 這樣子 那我們就帶大家走走看看囉 走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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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來集集啊 大多数就是漫遊生活 就是走走看看 然後享受一下一些樹木啊 花花草草啊 因為畢竟你說空氣很好嘛 我覺得車流量真的蠻大的 所以空氣好不好那就不去討論 那基本上來雞雞可以玩的就是那幾個 第一要買租腳踏車 你可以在雞雞這附近繞一繞 然後這邊有一些慢活的咖啡店 那魷魚太多了 所以我們就也沒有去喝咖啡 那如果下次有機會可以找在地的朋友 帶我們去喝一下咖啡那也不錯 今天集集的部分就差不多是漆彈 不過我剛剛去看漆彈場好像也收起來了 就叫我左手邊這邊 還有GO CAR 我們的小型賽車 然後再來就是騎腳踏車的漫遊生活 就是把自己的節奏放慢 簡單來說 散步 放慢自己的心情 然後放鬆自己的心情 那我們今天集集的部分就差不多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待會我們要繼續前往日月潭 這次的旅遊就是慢慢走 慢慢看 然後享受著假日的時光 有點像老人的節奏 那我們就繼續往日月潭出發吧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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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日月坛哦 我们今天要住日月坛 那其实这是我第一次住日月坛啊 日月坛可能来过不少次 但住日月坛是第一次 那我们今天选择的饭店叫做福利饭店 这间饭店真的很气派 然后大家看它的外观一下 因为它门口养了两只大象 对不对 这里有一只 然后这里有一只 然后这边也有提供那个停车场 超级大的 我实在很少看 应该是说 这辈子没有想过会住在日月坛啊 不过因为 金主说要住日月坛住住看 那我们就来住住看吧 那这边等一下房价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其实好像不便宜 我刚刚听到 那个金主在刷卡的时候 五六千块吧 一个晚上 但是我们有在这边使用那个他们的宝贝 晚上我们再来看看他们这边宝贝的餐点怎么样 然后待会我们要先去游泳 那这边它富有的设施除了游泳池以外 还有小孩子的游戏区 比如说六滑梯啊还是桌球啊撞球啊这些大人可以玩的东西 那我们还没进去看啊 现在还在check in 所以我们待会带大家进去看看 它标榜是温泉饭店 那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温泉 反正待会我们就带大家来看看富丽饭店它的特色吧 你有想要从北部或南部来台中玩的话 也可以选择不一样的住的地方 也不一定要住在台中市啊 可以选择像日月潭啊南投这种民宿 因为我们开特斯拉嘛 在这边我们好像没有看到特斯拉的充电器 所以在这边大家要在南投啊台中市先补满店再过来 会比较没有里程上的焦虑啦 好那我们就去房间看看吧 走吧 uyorum了 这个, Responsive刀cs tack obst氨 都下来 可以 无优机 这个 ROBERT те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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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其實我覺得啦 我個人覺得東西比較偏少 然後兩個人的用餐費是一千三百多塊 如果是我的話,我可能會選擇 吃想吃天堂這樣子 因為東西 可能沒有...應該是說 我覺得種類太少 然後基本上我只是牛肉而已 所以我是沒差 這邊的牛肉還蠻好吃的 那至於其他東西 可能就比較不適合我 可是這邊有提供啤酒 如果喜歡喝的,然後又不想出門的 其實在這邊吃飯加喝酒 我也覺得不錯 那...這次我們來的樂壇 主要是在飯店裡面遊玩 然後明天再出去樂壇走 那當我們吃飽飯的時候 帶大家去我們那一棟樓的B1 那邊有娛樂室可以讓小孩子遊玩 有大人去打撞球或打桌球 當然我們吃飽 再來去看看 好,那我們就先吃飯囉 富麗飯店的娛樂室比較適合那種 國小以上的兒童還有大人來做使用 它基本的設施有桌球和撞球這種設施 讓我比較驚訝的是它竟然還有KTV和馬將室 我覺得非常誇張 就連電視遊樂器也都是最新款的 至於小年齡的遊樂設施 真的只有一兩樣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少 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整體來說最薄弱的地點 那...除了這一點以外 富麗飯店整體來說 我覺得是一間非常不錯的飯店 如果你有想要來日月潭住宿的話 你也可以來做做看 我覺得他們的服務態度都非常的好 那...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